大家好 我是Kyoko 來到第二天我們就學多兩個文型 順著進去 今天就要講這個 前面就是動詞 意思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它完成了 好 表示動作的完成 然後第二個就有向上或者什麼什麼起來的意思 就是表示動作或者移動向上 我們這裡就看看它的例子 第一個說明一是表示動作的完成 比如 最新的企劃書已經完成了 請你過目的意思 這裡見到 できます就不要這個ます 後面加這個あかった 就是代表這個動作完成了 然後它說明一是有向上 起來的意思 這裡的例子可以看 以前大學に合格したとの知らせに 彼女はすっかに舞い上がった 就是當她知道自己考上了生意的大學之後 她就高興了跳起來了 這裡就有起來的意思 下一個要溫習的就是 就是イ 或者ヨイ 接觸也是動詞mashing 不要mashing 然後加イ 或者ヨイ 這樣 它的意思就是 表示容易或者異於 表示某個動作做起來很容易 而且很舒暢 它的反應詞可以看成イクイ 這裡有大家看到 現在就有highlight了 其實 イ 或者ヨイ 就是只可以用在 表示積極評價的場合 這樣你要用在 消極的場合的時候 你就要用另一個 就是やすい 如果大家記得 やすい和にくい 都是正反應詞 例如它這裡寫著 例如 わかりやすい 或者 こわねやすい 就是不可以 說成こわねヨイ 因為こわね やすい 是一個消極的場合 所以就要用やすい 不可以用ヨイ 這樣 再來看一個例子 記住是mashing 要mashing 之後加ヨイ 這裡寫著 この街はすみヨイ 代表這座城市很適宜居住 我們今天就溫住兩個文法 明天再學下一個吧 今天就到這裡 如果你想看我介紹日文書的話 記得去我的IG 我們明天再見 またね Bye Bye